原來加拿大安生有好好吃的 我Jimmy Ho今天帶大家來到Loth York的這間 Toto Pronto 吃高級意大利菜 Appetizer 叫做Fried Calamari 先試一試 Calamari 它有醬汁 嗯 炸得很香脆 裡面的 Calamari很新鮮很軟 好吃 而這一個是Spicy Italian Sausage Pizza 我叫了一個Pizza Italian Spicy Sausage 原本沒有打算吃Pizza 但經過門口聞到很香的Pizza味 所以忍不住就叫了 很香脆 很香脆 Pizza是薄的 它是薄的 它是薄皮的 它這個Topping很辣 很香脆的 但它是薄皮的 很香脆的 它是薄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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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香脆的 很香脆的 它是薄皮的 很香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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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不需要醬汁 都已經很好吃 它下面也是有些 它是用南瓜做的Scrash Parade 醬汁有少少 也很清淡 完全可以帶到魚的鮮味 真的很不錯 我很喜歡這間的食物 熱辣辣的 這是Mixed Seafood Grill 下面還有risotto risotto是用Sauvran 上湯來做的 很大顆Scalop 很好吃 非常心軟 好軟 它的Soto很奶油 不錯不錯 然後它很清咸的味 吃得出海鮮的鮮味很棒 這碟是他們今晚的special 就是Spaghetti & Meatball 意粉一點點al dente 不錯 一樣很清淡 它那個tomato的醬汁 絕對不會說很overpower 試麵包 一定沒有味精 覺得這間店的味道完全是由它的材料出來 非常之棒 值得一提就是這間餐廳也是自己做的 這個就是有檸檬味的creme foulet 很香的檸檬味 很滑 表面的焦糖很脆 有焦糖的味道 很香很棒 飯後感就是這間意大利菜非常之正宗 它的味道比較清淡 吃到原材料的味道 其實以我吃意大利菜的經驗 我發現正宗的意大利菜不會很重口味 尤其是南部意大利菜 它的味道比較清淡 另外它的份量很好 價錢也不是很貴 我會向大家極力推薦